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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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講到IC設計的部分 其實今天好多個股都是一起往上衝 但是 誰要衝得比較久對大盤有利呢 本週好多的法術會要登場了 這禮拜的反彈先鋒 就是要看法術會嗎 包含了智元 還有這個聯發科 等等都要在本週瑞育都要召開了法術會 那IC設計股很多 要不要有一些事要避開高階製程的 大家可能聽看聽 反而跟成熟製程站上邊的 本週比較有機會表現的 我想先請問阿良 我們看一下IC設計財報季將至 庫存去化是大家關注度很高 甚至大過於美國的禁令 那美股風向球科技財報週登場 我們看一下本週要召開法術會的 有智元 聯發科 瑞育也要召開法術會 今天看起來都是紅通通還不錯 但當然是因為受到IC設計 整體反攻的氣勢所帶動的 但是你認為這裡面 誰要續牆 才是對大盤反彈更有利 我覺得這個就是要搭到 現在這個最大一個題材 我認為就是說 接下來IC設計能不能夠長好 就三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題材 第一個當然就是阿文斯來講的 這個成熟製程 如果中國大陸 用三顆的成熟製程晶片 去抵一顆的先興製程晶片的話 成熟製程序有量一定大增 當然 當然這個股價 像智元 聯電 如果有辦法續漲的話 大家心裡面 信心層面上來講就會比較強 因為大盤跌到這個地方 能不能夠出現真的反彈 其實我個人認為 一定要看IC設計 為什麼 因為之前IC設計跌很慘 這是信心最薄弱的區塊 如果IC設計整體出現指紋的話 對於後續大家 信心層面上來講的話 就會比較容易恢復 所以要持續關注就是說 成熟製程這個題材 它有沒辦法繼續發酵 第二個其實今天 有一些IC設計概念也長 也是因為有一些題材帶動 其中像6530進新科 它被什麼帶動 被這個Risk 5 首度打入這個安卓系統 被納入這個題材所帶動 為什麼 就變正規君了 對 因為以前Risk 5 它可以用在車用 工業 這個物聯網領域 但是手機的這個領域 它很難切入 為什麼 因為它做出晶片之後 後面你要手機系統要更新 這個你Angel 它官方它不承認的話 你就沒辦法更新 它現在把這個 阿里巴巴旗下設計的 這個平頭哥設計的Risk 5 補丁 它把它怎麼樣 補丁就是後面可以讓它 做升級 把這補丁納入所謂的 原始的程式 等於說你接下來 手機對不對 它就可以不斷的 去做一個更新的動作 像這個去年的時候 它10月它其實就已經 用在這個 安卓系統上 沒有辦法更新 現在納入去之後 納進去之後 它就幫你去做更新 所以各家廠商都會怎麼樣 積極做跨路 因為你現在美國去制裁中國 美國廠商要不要做中國生意 也是要 所以他們轉個彎 像這個高通的部分 它旗下就扶持了這家 叫做C5的公司 也是Risk 5 對 連發科就扶持什麼 金星科 所以現在這個Risk 5的基金會 它已經怎麼樣 把它的總部 從美國遷移到瑞士 就是故意要降低美國的 什麼技術含量之類的 你就管不到我了 你就管不到我 因為我不在美國本土境內 你不用這個被監管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裡面 Risk 5的基金會的成員 大概有24個 都是來自於中國 你看像這個阿里巴巴 華為 中興等等 另外你可以看到 像Google 這是美國公司 對不對 高通也是美國公司 英特爾也是美國公司 所以就代表說 其實美國廠商 為了要做中國的生意 它其實也在轉彎 這個來講的話 就可以避開所謂的X86個按摩 它就可以直接 做個跨路的一個動作 好 我們看到這個IC設計 剛才阿良有講 就是這是大盤反彈 能不能夠續牆的指標的 族群之一 可是IC設計一頭落骨 哪一些你覺得反彈的時候 反而還是要做解碼 哪一些反彈 真的它的續航力 會比較長一點點 法說會內容 可以來做個卡位嗎 這是一定的 接下來IC設計的問題 就在於說 它的晶片庫存量 有沒有辦法去做消化 所以這個禮拜的法說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從這個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對於未來晶片庫存的一個預測 他們的看法是怎麼樣 好 如果是比較樂觀的話 那股價 我個人認為它會領先做反應 禮拜三的部分 有微軟 谷歌 得宜 跟這個Spify 這等等 裡面最重要應該是 這個微軟的部分 對 微軟來講的話 它就牽扯到這個 所謂的制服器 雲端業務 雲端業務這個區塊 如果雲端它未來是 目前業績是不錯的話 而且看好未來的話 相關台灣有一些 跟雲端有關的 這IC社概念股 就有機會漲 台股法說裡面 比較重要是聯電 聯電大家在看法說 就看兩個東西 對 第一個就是它的產能利用力 是不是還是維持在100% 如果OK 那就過關及格 第二個看毛利率 毛利率有沒有辦法 維持在40%以上 如果可以的話 你看其實聯電的股價 目前來講的話 已經怎麼樣 已經有領先上來 所以我就會有機會 重點是禮拜五 其實在華爾街 在華爾街分析師 已經對於蘋果的看法 是認為說它的財報 是有以預期的 已經有人先預言了 它是相對樂觀的 為什麼 因為雖然說iPhone14賣不好 可是iPhone13反而賣得比較好 所以它對於整個iPhone 整個營收的年增率來看的話 它還是看比較好的 另外一個在於說 在整個軟體服務的部分 這個是第一次可以突破200億元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說它成績出來 真的很不錯的話 那對於股價 應該在前面就會先有些反應 對台股股市 有一些相關概念股就有機會 另外一個重點在聯發科 聯發科好重要 聯發科它這個三個重點 第一個在第四季裁測 以及大陸智慧型手機的需求狀況 目前大摩有三種版本 第一種版本它認為說 它的營收下滑10到15% 毛利率是在46到48%之間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代表明年整個看法是悲觀的 它有機會續跌 第二種看法是說 這個毛利率是在49% 營收下滑大概10%左右 明年庫存消耗大概在第二季之後 就會進入所謂健康水位 現在大摩看法是第二種 最樂觀看法是什麼 營收只減少5到10% 毛利率在50%以上 甚至庫存在明年第一季 就消耗完畢了 這個底部腳都過了 對 但是這個看法 大摩是比較保守 機率比較低 對 它認為是第二種 那至少中性 可接受 中性的目標價都可以落在800 所以重點在於說 它接下來聯發科 這個有關的大陸手機的庫存 晶片廠商庫存 它沒辦法下降 因為聯發科最近要發表天璣9200 對 這個9200的效能 比天璣9000還要高出25% 售價當然比較貴 12月份就會馬上運用在哪裡 運用在這個所謂的Vivo 這個相關的手機裡面 大陸手機 對 大陸手機 你說它前面賣不好 這個新機在用的情況下 後面會賣得很好嗎 大家會打個問號 對啊 所以重點還是在庫存 所以庫存的部分 目前我坦白跟各位講 庫存都很高 因為你從整個全球 一些重要國家的這個 晶片庫存量來看 你就知道了 我們先看南韓的晶片 南韓晶片 這個橘色這個產量 產量你會發現到 最近出現什麼 年減的一個情況 這是創下2018年來 首次下降 首次下降 第二個光廠的出貨量 它也是年減20.48 已經是怎麼樣 連續兩個月的下降 對 庫存是積增 庫存這個 8月份來看的話 因為它最新資料 還年增多少 67% 還是持續增加的 庫存還是很高 對 好 再看大陸 這個愛心設計的廠商 唯有股份 唯有股份 我們看它的存貨這一欄 就知道了 你看從這個2021年 6月3日開始 對不對 60億 然後一路到 這個最近半年 多少 對啊 120億 增加一倍 對不對 增加一倍 所以代表庫存還是很高 接下來有沒有機會 我個人認為 還是有一些機會存在 大家要抱持一個樂觀的心態 為什麼 因為魏哲家在最近的法庫裡面 因為其實廠商已經很用力 在打消庫存了 對 已經很用力在做了 魏哲家也樂觀預期 庫存第三季就見頂 第三季就已經過去四了 現在是第四季 對不對 因為手機跟筆電庫存的確很高 它預計怎麼樣 大概2023年上半年會消化完畢 如果要更進一步去消化庫存的話 怎麼辦 廠商要一些行動出現 對 降價 所以最近開始 會有一些降價動作出來 包括像你看 大陸雙十一個電商平台 現在已經傳出到大降價 對 這個iPhone X剛上市的時候 5999人民幣 現在多少 5000人民幣又買得到 已經降了16% 對 你看這個小米的部分 它高階的一個手機產品 最近也開始降價 這個大概降了300人民幣 對 甚至有一些新機出來 它也不管定太高 像這個Vivo最新的旗艦機 搭載天機9000的晶片 只賣多少 2699 這個概念是什麼 同一款去年這個時間點 小米推出來的 它要賣多少 4000 所以等於說它 降很多 所以它就用降價去刺激它 好 一個是透過降價來消化庫存 另外一個證據呢 另外一個對這個IC設計 會比較好的原因在哪裡 再說晶片交期的天數 從現在開始已經慢慢下滑了 已經來到26.3天 對 當這個晶片交期的天數下滑的時候 就代表說 晶圓代工費沒有辦法漲太多 因為產能就出來了 產能出來之後 這些對於IC設計公司來講的話 鬆了一口氣 鬆了一口氣 反而用更便宜價格去買 所以從這樣子的一個分析角度來看的話 接下來到底什麼股票會有機會 好 我們看一下 我們先看 第一個當然是在整個手機IC的部分 聯發科 我個人認為這邊應該是打底的 因為它已經佔上了月線 再加上我剛剛講的 如果說它庫存消耗是OK的話 其實這個股價應該會領先去做反應 對 你不用真的等到明年第二季 它搞不好12月就開始 11月12月就開始工了 對 因為它感覺比大盤早落底 對 它有點落底的形態 因為兩次都打不下去了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搭配進行的利多 這邊有機會再往季線做挑戰 好 剛剛預算的部分也是一樣 跌很慘 這個預算以前 印象中好像60 70塊而已 對 現在就20幾塊 20 30塊錢一個股價隨位 目前來講的話 因為中國跟歐洲都要所謂 明年的手機都要統一規格 Type-C 對 它裡面E-Mark的晶片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股價我個人認為也是超跌狀況 這是可以注意的 剛剛智元阿文塞也講了 我也認同 這應該還有機會 那立志的部分 在這個所謂的電源管理IC 這個區塊 目前來講的話 它是比較切入在所謂的筆電相關的 我個人認為還是不能碰 所以這個漲停就 對 我覺得有點虛 看看就好 虛 反正大家就記得 你接下來跟筆電有關的 我覺得還是比較破 因為這需求量來講的話 還沒有完全出來 也還沒有正式落底 這還要小心 好 剛才看到這個是 聯發科扶植的金星科RIX5 對 金星科今天其實比較可惜 在於說它這個線型 有稍微有點上影線 如果可以的話 導工我們看看整體的K線 然後再放一下 目前來看到你會發現到 這個是時日線 今天來講有點可惜 它應該完全漲上去 然後沒有漲上去的話 代表說目前這個反壓還在 所以這樣股票大家先觀察一下 就是說 它未來有機會去突破時日線的話 它就有機會繼續往上攻 現在來看它先稍微停看廳 先不要過度追價 另外我覺得是威盛來講的話 這邊是有機會的 一樣我們看到大圖的部分 2388 因為它現在這個時日線 扣底到這個地方 所以明天過後 它會往下扣 往下扣時日線就會下來 股價如果持平的話 它會自己漲上去 再加上就是說其實它持有上海造星 有14.75%的股權 對 現在大家知道 這個美國對中國制裁很嚴重 美國對俄羅斯制裁也很嚴重 俄羅斯現在據說 它買不到這個相關的晶片 它必須要透過上海造星 上海造星最近發表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新的 板卡的這個晶片 它可以賣給俄羅斯 等於說俄羅斯為了要取得 相關的電腦晶片 它全部都要透過上海造星 等於它這個就有大市場 威勝池有上海造星 對 要吃它的股份 所以我覺得應該會 有機會做受惠 好 非常感謝阿亮 今天針對台股當中 IC設計股 哪一些今天強談 後續可以做比較多方的留意 在哪一些 今天跟隨長上來 但是千景不好 大家要稍微就坐避開 給大家一個提供的訊息 請坐避開 請坐避開 請坐避開